邵家俊議員 政府對於想辦熟食虛視的團體會有甚麼具體的支援 剛才你所說的明火翻熱、煮食安全系數究竟是甚麼來的 你可否用文件清楚交代 最後一點就是 我希望在二月的時間 我們再開會的時候會再請幾位官員上來 我們要review一下在一月的時候那些虛視的處理是怎樣 現在大家不斷地說他們要小心點、做好點 你要所謂的忍讓點 我希望二月我們再開工作小組會的時候 就看看你的忍讓是怎樣的忍讓 是怎樣的忍讓 我想看看你的忍讓 會不會還是用一些鐵碗的政策 出到武力去鎮壓那些相反 請問一下 主席 主席 其實剛才我講得很清楚 寬鬆的字眼是你們和團體用的字眼 我用的字眼是忍讓 是怎樣忍發、怎樣讓發 是 麻煩你 你需不需要政府官員回應 我想直接交代了安全系數是甚麼一回事 黃女士 其實剛才我們說過我們會書面回應 剛才議員也說事後提交書面的文件 而社區廚房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你不影響食物安全、環境衛生 和現行規管制度的完整性之下 我們是持開放的態度的 多謝主席 有沒有追問 我真的不應該追問 因為他聽到重複過多少次 你無限循環到這樣的地步 我真的不知道還有甚麼可以追問 因為我都引用何俊賢議員的一個意見 就是這個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 如果你們不積極去簡化或具體化的流程 那樣東西是不會推進 你不要回答我們說 符合現行的規管 我們一貫的態度 一貫的態度就是那樣東西毫無寸進 所以我都希望你們 在書面回應的時候 能夠積極一點、具體一點 還有講一下你們下一步 如何去簡化、如何去落實那個程序 謝謝